瓦格纳如何创收及其未来 瓦格纳的主要收入除俄政府合同 更多依赖过去在中东和非洲开辟的贸易网 2018年俄罗斯向中非共和国政府军交付武器后 数百名瓦格纳教官就留在那里 配合军方围剿分离武装塞雷卡 回报是当地丰富的金刚石、黄金、木材等资源开发权 这为瓦格纳提供了充沛的运营资金 维金称瓦格纳还在另外20个非洲国家拥有他们的外围商业机构 无论俄乌冲突如何收场 那些活下来的瓦格纳老兵绝不会失业 因为他们照样能在诸如布基纳法所等不稳定的非洲国家谋得差事 提防与利用之间 随着欧美军援乌克兰力度加大 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消耗急剧增加 展望未来 俄总统普京若要动员一切资源作战 将不得不效法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给予PMC等私人武装正式的法律认可 条件是服从军队和政府调遣 作为回馈私人武装所有者 甚至可以获得地方及中央的各种职务 随着普里哥任在普京和新圈的地位不断加强 他可能推动政府最终解除对PMC的禁令 并为瓦格纳变成俄罗斯更公开和制度化的军事工具铺平道路 变成第二军队 可以把瓦格纳公司当作一个寡头 普京大部分时间打击寡头 但同时也在驾驭寡头 他认为普京时代俄罗斯没有完全消灭寡头 但他们需要为国家提供各种服务 来换取某些情况下的垄断利益 正如瓦格纳公司过去的黄金十年 这种由企业出面执行国家海外战略 以规避国际法和他国法律的模式 很难用黑白分明的方式去评价利弊 只能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办法 而且随着俄国内外的形势变化也在不断改变 一位俄军将领也指出 无法用传统标准来评价瓦格纳好与坏 应当把它理解为客观的自然现象 这就像山洪如果引入准备好的河道内 可以带动涡轮机发电 如果放任自留就可能会冲毁一切 以瓦格纳为代表的私人军事公司产业 将在俄罗斯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同时媒体和公众意识也会同步增长 加强行业监管和对员工准入标准的监管 将成为一种主流呼声 在俄罗斯学界较为认可的私人军事公司模板 当属英国武装集团Armor Group 它有正式的招聘流程 建立在强烈的道德基础上 有严格的面试 候选人推荐 在部署前进行规范化培训 此外 行业内也要强化标准和监管 这些标准和监管 必须具备严格的程序 以确保员工始终在相关的国际 和当地法律框架内行事 如今 在西方国家 已出现私人军事公司协会 鼓励政府引入立法 涵盖那些海外工作的 私人军事承包商 也许到了那个时代 瓦格纳不再被俄军方 视为竞争对手 而会被视为国家安全的 有意补充 有意补充 我们打开 你打开 我们打开 这个时间 我打开 你打开